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的转型之作《女心理师》受观众喜爱,题材引发观众共鸣。 中国众多的电视剧题材中,心理剧估计是最少见的题材,因此最近杨子《女心理师》推出后, 这部剧一推出就受到了民众的广泛关注,倒不是因为杨子的演技,而是这部剧的题材在中国算是比较新颖, 过去很少有这样的题材出现,拍摄这种题材作品的大多是欧美或者港台地区, 如香港前几年播出的《人心解码心理追凶》等。 90后女演员的演技一向受人争议,另外杨子之前饰演的几部作品, 无论口碑还是演技都没有入观众的眼睛, 不过这部剧他所饰演的贺顿,确实引发了不少好评。 因为这是杨子头一次挑战《傻白甜》以外的挑战, 贺顿一脚在剧中以自己丰富的心理专业知识, 为患者解除各种的心理问题,为了琢磨好这个角色, 杨子甚至花了十个月的时间去预准备,成效也是很显著。 当然关键还是角色的塑造本身就很有特点, 那就是接地气,尽管是心理医生, 但是杨子并不像一般都市剧角色那么厉害, 贺顿贵为心理医生同样也有自己的心理问题, 而他所接触的病人,不少都是受到社会问题影响导致的, 剧中也恰好通过这些病人去反映社会普遍存在在职场, 感情上的各种人与人矛盾,从而引发出观众的共鸣感。 尽管也有些人吐槽杨子的表情表演比较僵硬, 但这些瑕疵不能这个整体的好感, 一直以来社会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其实并不高, 尽管有些学校和医院也设置了心理医生, 但总的来说影响力不大女心理师用影视的角度去让社会更为关注心理, 并这一话题不失为一件好事。 杨子近年来一直尝试突破自己的演技, 在大多数演员还在演情剧、偶像剧中徘徊的时候, 杨子也已经尝试饰演不同类型的角色, 意图拓展更多的戏路, 这与最近周宇童、林心如等人有些类似, 两人的最近作品《我在他乡挺好》滑灯初上, 虽然题材不同, 但都反映了都市女性在事业和感情上遭遇挫折时遇到的困难, 让不少人为之感触。 与目前大部分的电视剧一样, 《女心理师》也是一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不过相比于《严情古装》、 悬疑探案小说的改变, 以心理压健康为题材的女心理师在小说界的影响力, 明显就没有《法医勤明》、 《三生三世》系列受人关注, 但在导演团队的努力下, 这部剧还是获得不少公众的喜爱, 相信这部剧可以作为养子成功转型之作也说不定。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